看到游錫坤 趙丹全收民眾黨證件 柯建民再扮黑臉 堅守黨團立場 游錫坤也發文坦言 被罵得很慘 不過既然負重就須忍辱 並且舉美化日本等先進國家為例 甚至提到民進黨團 2016年有相關提案 其中一名提案人就是柯建民 柯建民堅持不買民眾黨的丹 眼看只剩水牛伯 為綠白和孤軍奮戰 沒有選上院長 你還是要賴在立牌那裡 你不願意讓王一川 年輕人當選 什麼叫預設 哪件事情沒有預測 選舉沒有預測嗎 我可以講 你何必到我們節目裡面來 你不要以額穿額 游錫坤強勢拼續任 或許是芒刺在背 因為政國會內部傳出 若他無法當選 就逼請辭聲浪 沒有人會支持這個議題 在討論過 我們一切尊重這個院長的決定 他是我們軍節的領袖 但是從來院長期間 沒有參與過 政國會的運作 我覺得這就是讓 游錫坤院長很委屈 在他爭取的這個過程 我們全黨上下 都要一致的支持他才對 儘管曾說過 無意連任立法院長 隨著時空背景不同 游錫坤的作戰策略 也得跟著不同 進行黃軒劉威廷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